本 本力而道深 从前 穗宁府有位周池 他每天都看感应片 而且最喜欢对众人演说 使得听到的人都能够向善 有一天 他忽然抱病气绝了 周池的魂魄来到鹰府 看到鹰官向他说道 你的命本来是在第二步中 因为你常常演讲感应片 因此 延长了寿命 已经改写在寿命部中了 此经过是一方寿池 则一方免难 天下寿池 则天下风之 周池醒来之后 就记录下鹰官的话 用来劝化世人 今天读送感应片的善男信鱼 应当抽空为大家讲解此经 使得灵理能够常常听到 因此而化作人理 这样的音德不可思议啊 今天世间的好人 应当要发心劝人为善 千万不要只是独善其身 当老师的 最好能在客鱼之辖 抽出一点时间 为学生讲讲做善人的根本道理 凡是小学到大学的学生 都应该要为他们讲 并且还要劝他们 每天早晨读送感应片一遍 并且终身的奉行 作为修身立业的助援 这便是做老师的因公积德啊 今天做父亲兄长的 想要子弟贤民 保身家 致富贵 就应该要时常的讲解 感应片 编绘的道理和事证 给子弟们听 使得子子孙孙 个个都能够好善自得 这样便是造了远远流长的福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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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